我们的镜头来到光复乡 光复乡老人会馆建筑老旧破损严重 乡公所是特别提报争取获得了 花东基金1500万元的经费 修缮并设置数位学习中心 不过地方公所配合款800万元 是引发乡待会的关注 今天上午临时会当中 虽然是请公所建设客长以及秘书来详细说明 不过乡待会似乎不买单 光复乡老人会馆建筑屋林将近30多年 为了提供老人长辈一个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环境 乡公所特别提报争取获得前瞻计划花东基金 1500万元最高上限的补助 地方配合款800万元的预算 今天送交相待会临时会议审议 引发相代表的关注 这个资金完毕了 有需要的话 那相对的在主管会报的那个开会的时候 在跟各单位那个检讨了以后 如果这个需要办就加一算的话 让我们公所再起提出来 邀请建设客长说明还不够 向待会接着请公所秘书亲自列席报告 台上台下不同意见激烈工房 他那个资产品的建议金额就已经差不多900多万 然后他还有一些三楼的拆除 还有电梯那些整个 当初是什么去会看什么看的什么处理 那你如果补墙结构完成了以后三楼拆掉 还要再针建吗三楼 不会 目前来讲是不会针建 就是要把三楼 三楼把它拆掉 它本来就是一个 现在来讲是违建 乡代表们都举双手赞成 乡公所修缮老人建筑环境的美意 但是由于老人会馆 部分建筑空间未取得实用执照 以及屋顶尾建等等都无法获得解决 牵涉问题复杂 因此认为还得要再深入讨论厘清 因为多数代表们对于这一件提案仍有诸多疑虑 最后由主席钟玉清 要求乡公所提供详细的修缮项目 及世卫学习中心设施设备等资料 30号临时会最后一天再详细审议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